女人在打牌 却不断地用余光观察着牌友 因为就在刚刚 她在外面寻找手机信号 想要联系家人 却意外发现面包车里有一个被绑架的小女孩 她试图拉开车门 但车门都被锁住了 情急之下 她用手机拍下了面包车的车牌 一抬头却发现屋里正有人监视这辆车 她赶快装作找信号的样子 随后她惊慌失措地回到自己车上打算报警 但下着暴风雪根本没有信号 就在此时 小美透过后视镜看到有人出来 先返回屋内 看着屋内的四人 她不知道到底谁才是那个绑架犯 此刻她虽然慌乱 但她还不能出声 这时一位大叔提出要打牌 心事重重的小美也坐到了桌前 打牌的过程中 她一直偷偷观察众人的举止行为 大家都很自然 只有一个长矛神色紧张 而且因为输了游戏就暴怒 小美猜测长矛就是那个绑架犯 她马上起身前往厕所 再一次拨打报警电话 但依旧没有信号 她又尝试又发短信的方式 还是失败了 这让小美十分的无助 这时她突然听到屋内有很大的风声 说明这里一定有其他的出口 小美找来工具将木板挪开 果然这里有一个通向外面的后门 她悄悄来到面包车旁 用工具撬开车门 她在女孩的手腕上 看见了医用警示手环 还没等解开绳子 就发现有人来了 小美赶快将一旁的毛毯 盖在身上躲起来 果然长矛就是那个绑架犯 但她好像还有点人心 她怕小女孩在车上冷 还为她打开暖风 就在小美准备拿刀从背后偷袭时 却发现长矛身上有枪 她只能放弃 长矛走后 小美将刀留给了小女孩 然后自己回去寻找救援 不料 遮反的长矛发现了 小美留在雪地上的脚印 小美正要跟另一个男人 讲述情况时 长矛顺着脚印寻来 情急之下 小美一把拉着男人拥吻 进来的长矛看到这情况 一头雾水的离开了 小美赶快将情况都告诉男人 因为小女孩患有罕见病 随时有生命危险 他们必须马上研究 男人提议 让小美出去吸引长矛 自己会从后面制服她 为了保险起见 她还拿出一把射钉枪作为武器 于是小美大摇大摆的 从长矛面前走过 她回头望了一眼 见没人跟上来 她以为计划成功了 可就在她撕下女孩嘴上的交代后 却得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 绑匪竟然有两个 小美望向窗外 那两个男人正在商讨对策 随后他们拿着枪走向面包车 可当她拉开车门 小美却不见了踪影 小美从后门回到屋内 打算向屋里的两人求救 但她还是晚了一步 被赶回的阿石截住 阿石用枪威胁小美 如果敢坏事就杀了所有人 小美只好妥协陪他们演戏 当众人回到大厅 意外再次发生 车内的小女孩 已经挣脱绳索走了出来 劫匪担心出事 就带着小美一起出去寻找 寻找时 小美用手电照射二人 趁其不备划下山坡 阿石开了一枪 虽然没有打中小美 但枪声引起了屋内两人的注意 他们打算到外面查看情况 却意外发现了 晕倒在雪地里的小女孩 他们赶快将小女孩抱回屋内 这时赶回来的小美 将一切都告诉了两人 但此时劫匪已经来到了屋外 就在他们商讨如何对付劫匪时 女孩醒了过来 她疑惑地叫了一声 女孩正在捉弄家里的保姆 她强迫保姆拿着吸尘器跳舞 因为自己吸大麻被女孩看到 保姆不得不照做 女孩的做法惹怒了保姆 下一秒 女孩就被两个劫匪绑架了 可站在楼上的保姆却装作没听见 因为这一切都是她一手策划的 她赌输了银行卡里的所有钱 但女孩的父亲是个有钱的大亨 她联系劫匪绑架女孩 然后好敲诈一笔赎金 但由于女孩身患罕见病 必须持续用药 劫匪让保姆带着药与他们会合 否则就将女孩埋在山上 为了那笔钱 她只好骗丈夫是出去旅行 不料大暴雪将他们困在了山上的游客中心 听小美说劫匪带着枪会杀了他们 几人决定一起逃走 但此时劫匪已经来到了屋外 为了恐吓劫匪 爱德谎称自己手里有枪 如果敢上前就杀了他们 因为爱德确实当过兵 劫匪也不敢轻举妄动 就在双方陷入僵局时 长矛想起了女孩的药还在自己手中 他们以此为筹码 只要交出女孩 他们就会离开 此时保姆也说 如果没有药 女孩很快就会死去 他认为应该把女孩交给他们 不过显然这个提议 被小美和大叔拒绝了 这时小美想起 劫匪的车钥匙还在自己手中 机智的爱德想到一个两全的对策 用车钥匙换女孩的药 当劫匪意识到车钥匙不见了 十分生气 他们拿出汽油撒在屋外 要烧死屋内的几人 一听这情况 怕死的保姆 劝丈夫应该满足劫匪的要求 就在这时 小女孩醒了过来 这层关系不仅让小美震惊 就连爱德也蒙在鼓里 意识到事情要败露 保姆直接倒戈 告诉劫匪屋里没有墙 小美马上意识到 保姆和外面的劫匪是一伙的 被戳穿的保姆恼羞成怒 对小美使用了防狼喷雾 随后她打开房门 引狼入室 怕这棵摇钱树死了 他们赶快给小女孩注射了药物 此时保姆还对歹徒抱有希望 还指着用小女孩勒索赎金 可小美告诉她 他们从未打算勒索女孩的家人 而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得知希望破灭 为了保命 她让劫匪带着女孩赶快离开 但爱德拒绝交出车钥匙 劫匪竟直接开枪杀了她 保姆万万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贪心竟害死了丈夫 她拿起防狼喷雾准备反抗 也让劫匪一枪毙命 最后劫匪又将目光放在了小美身上 男人将女人拖到墙边 用射钉枪把她的手钉在墙上 女人瞬间痛到失声 劫匪离开后 她尝试将手拔下来 可除了疼痛难耐和鲜血直流 没有任何反应 就在她准备放弃时 一回头发现墙角有一把羊角锤 她奋力举够 但还是差一点距离 于是她将目光放在了小女孩的身上 她轻声呼唤 让女孩帮她把锤子拿过来 就在她准备取钉子时 两个劫匪回来了 阿时问小美把车钥匙藏哪了 小美不肯告诉她 就在两人僵持时 小美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小美之前没发出去的 求救短信发送成功了 看来信号恢复了 暴风雪也很快就要停止了 眼看所舍时间不多 阿时将小女孩的手摁在地上 小美被迫只好告诉她 阿时把枪交给弟弟 让她守在这里 自己去找车钥匙 阿时走后 小美观察了周围的情况 有了一个大大的想法 她让女孩去把灯关掉 女孩十分害怕 但小美却坚信 屋里的这个男人不会伤害他们 因为女孩被绑在车上时 她会担心女孩冷 特意为她打开空调 这说明她还没有到 丧心病狂的地步 在小美的不断鼓励下 女孩小心翼翼的走向灯开关 果然 长毛虽然一直威胁让女孩停下 但并没有开枪 女孩顺利关掉灯 趁着黑暗 小美忍痛用钳子取下钉子 当灯光再次打开时 长毛的脸直接迎上了小美的锤子 听到动静的阿时 立马赶回屋里 但此时局面已经扭转 小美拿枪劫持着弟弟 冲上来用锤子砸向阿时 飞出的钉子却意外射中弟弟 看见弟弟受伤 阿时此时已经顾不上人知了 她赶快上前搀扶弟弟 同时 小美和女孩趁机溜走 准备驾车逃离 而被钉子射中的长毛 已经倒地身亡 看着死去的弟弟 阿时变得彻底疯狂 她用射钉枪打爆了小美的车胎 车辆瞬间失去平衡 车内的两人昏死过去 看着屋里死去的弟弟 阿时走到门口点燃了整栋房子 警察赶到了 阿时立马用衣服盖住射顶枪 然后装作路人向警察求救 这时小美醒来 她看穿阿时是要等警察走近再动手 她果断用枪拉倒了阿时 不明所以的警察 以为持枪的小美才是那个危险分子 立即向小美开枪 见小美倒地 阿时拿起小美手上的枪 向警察击毙 随后她准备慢慢折磨小美 但她没想到 坏人死于话多 小美用刀狠狠地刺中阿时的脖子 最终小美活了下来 小女孩也安然无恙 而这里发生的一切终将被风雪掩埋